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谈的是最近大家都很担心的COVID-19 新冠肺炎 世界卫生组织给这个疾病的正式名称是COVID-19 CO代表冠状 VI代表病毒 D代表疾病 中文新闻常用新冠肺炎和新冠病毒来称呼它 新冠是新型冠状的简称 新型意思是新的形态 冠状因为像花冠的形状 肺炎 Pneumonia 病毒 Virus 不久前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新冠肺炎疫情正式进入全球大流行的阶段 同学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避免受到感染 大家不要惊慌 请洗手 戴口罩 不去人多不去人多的地方 配合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 一起平安度过这次的难关 最后 谢谢所有第一线医护人员的牺牲奉献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 下董梦 再用几天区炎 宝宝 再用几天医护人员的牺牲 5 5 感谢观看